我不相信这样的民调 重做好了 去年三月和同党陈学胜 竞逐桃园市长提名失败 杨丽环愤恶退出国民党 如今他又开炮 杨丽环脸书分享韩国瑜的相关议题 披头就写国民党也真是废 发文指出党位某人打造初选 现在还摆明自生自灭 最后还用台语俗艳总结 咸咸咸咸 拔到输 一直明明稳赢 却把局面敲盘到居于下风 杨丽环针对国民党开炮 却没点名说的是谁 杨丽环前委员 他可能离开国民党之后了 他不晓得我们现在 党内实际运作的情况 不管是总统候选人也好 或者是立委候选人也好 党中央或者地方党部 都强力辅选 绝对没有这个情况 我们找出最有胜选的候选人 而且会协助他来打赢选战 昔日立院党内同志 也只能尴尬回应 强调好聚好散 但蓝营总统大选 从派出韩国瑜开始 就分裂成两个世界 韩国瑜一个朋友 那天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哇 他说吴淑珍只不过就是爱权 他说这个人是爱权又爱权 资深媒体人郑佩芬 日前接连在节目上爆料 还曾提到党内大佬 私心自用 才会故意对韩国瑜的 浮选摆烂 草协联盟发起人李正浩 也被指控以不实言论 污蔑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双双在中常会上 被提报 渐情开除党籍 国民党力保韩国瑜出马 冷服选 却让基层焦虑 党内杂音四起 开除一个不满声音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 3D新闻张宇姐叶伟湘 桃宇报道